大家好 上次我們講到可見光 visible light 行外輻射 Infrared Radiation 以及紫外輻射 Ultraviolet Radiation 其實它們是甚麼來的呢 數學家馬哈士威·麥斯維 整合了多個電磁學 Electromagnetism 的理論 看出了這些射線 其實是電腸 Electric Field 以及磁場 Magnetic Field 的振動 Vibration 也就是它們都是電磁波 Electromagnetic Wave 簡稱EM Wave 而波長Wavelink是短過400Nm 400Nm的EM Wave 就是UV Radiation 而Wavelink是長過700Nm的 就是IR Radiation 中間的就是Visible Light 它還預言在這幾隻EM Wave之外 還有一些比IR Radiation的Wavelink 更加長的EM Wave 德國的物理學家Helm Hors 看到這樣 他就叫他的學生Helm Hors 去嘗試證明是有這隻EM Wave的存在 不過Helm Hors 都可以說是物理學家的廢青 跟大家一樣 看到太難做的功課 我們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怎樣? 不做吧 嘩 這麼容易找到老師你自己不找 於是他就選了第二個題目 就是去引證電磁感應 Eatromantic Induction 就算了 可惜成功有時候好像愛情一樣 他要來的時候你避都避不到 就在Hors想去完成自己的功課的時候 他就找到方法去引證Maxwell的理論 成功製造了一種Wavelink是很長的EM Wave 他有沒有因為這次的成功 就覺得自己是1不是0呢? 沒有啊 別人問他這隻EM Wave有什麼用啊? 他的答案仍然是0啊 在Hors 手中完全是廢的EM Wave 就是我們今天用它來做遠距離傳送信息的無線電波 Radio Wav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 為了偵察這些戰機 於是美國軍隊就首先利用雷達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雷達就是把EM Wave 射出去 經過物件的反射Reflection之後再接收 透過分析Reflected回來的EM Wave 我們就可以計算得到物件的位置和速度了 雷達雖然有Radio這個字 但是就不只是用Radio Wave 因為它的波長Wavelink實在太長了 偵測不到一些很小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要偵測一些很小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些Wavelink是比較短的EM Wave 這種短波Sort Wave就是微波Microwave 一個美國工程師S Spencer 在一次維修雷達的時候 當他的手一插進袋裡 糟了 拉屎?! 不是 是他的袋裡的朱古力巴融了 因為這樣他發現了原來Microwave是可以拿來煮食的 而且還順手發明了微波爐 Microwave一份 Microwave其實跟Radio Wave一樣是可以用來傳送信息的 好像Wi-Fi、Bluetooth那樣 就是利用到Microwave來傳送信息的 Microwave